卢州区保新里有一笔回馈金 计划用来增设里民可以使用的活动中心 但是在公所多方努力之下 仍寻找不到合适的场地 公所特别发布适用规范 希望民众可以踊跃提供资讯 卢州区保新里多为一般住宅 里民长期缺乏室内的活动空间 加上正好有一笔可以运用的回馈金 因此目前正积极寻觅大坪数 不合规范的场地 公所要来买一个市民活动中心 我们标的屋的条件是需要48坪以上 那最好是一楼 那如果没有一楼的话 二楼三楼一定要电梯 但是它有一些条件上的限制 就是绿绿子不能超标 辐射屋这个都不行 然后尽量能够面临马路 或是向道比较大的 比较适合 过去公所也曾经积极寻觅和续的场地 但因为保新里内有不小住宅 都不符合相关的规定 因此也希望有热心的民众 可以踊跃提供资讯 因为保新里的房子刚好在七十几年盖 所以找这个标的物有点困难 也在此呼吁我们卢州的乡亲 如果有符合我刚刚讲的条件 帮忙找一下 因为未来这个活动中心 我们可以作为银法俱乐部 社区关怀据点 让一些长者年轻人都可以去那边活动 如果有位在保新里内一楼或是二三楼 但是有电梯可以方便进出 同时不得为海沙屋 以及辐射屋等相关规范的房子 都欢迎向卢州区公所联络 记者沈重林请于卢州采访报导